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案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受持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在这里 宣讲《二规教言论》 为什么讲《二规教言论》呢 我想这次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过程当中 也发现了 学习佛法的同时 必须要打好人格的基础 如果没有很好的人格的基础 虽然《入菩萨行论》里面 所讲的大乘佛法 是非常殊胜 但是因为我们的法气 太低励了 这样以后 这样甚深的法 不一定停留在 我们相续当中 就像是狮子的乳子 不可能在淘气里面逐流一样 这种别说是一些大圆满 和一些大卫德等密法的境界 中观和显宗的般若境界 在我们相续当中 我们的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境界 在非常不好的人格相续当中 不会存在的 因此我想我们 凡是学习《入菩萨行论》的人 必须要学习 我也希望你们学习 这样的一部论典 因为《二规教言论》 应该可以这样说 以前我们大恩上师如意宝 也是讲过了许多次 我本人可能听过三四次了 在法王面前已经听过 然后在我们在座的道友当中 记得大概在九八年的时候 应该翻译给大家也传讲过 后来法王一次传讲的时候 也给大家同步翻译 后来在大概2003年的时候 也做了传讲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 比较熟悉的一部法门 但是不一定熟悉很重要 一定要对相续要串习 因为在这里面所讲的内容 就要做好一个非常好的人 如果你没有做好一个人 那就是佛法的任何境界 佛法的任何功德 根本是谈不上的 所以说 我想我们在座的人 当然有些是种种原因 对世间的一些道理 可能比较明白的 但是作人的 基本的一些原则 规矩 好像在一些人的所作所为当中 言行举止当中 看出来并不是特别的如法 因此我们还是 大家每天学习一点 这样以后 你们的今世 来世 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本人也非常喜欢 学一些先做人 当然我做人非常不好 你们也知道是我 做的人很糟糕的 自己也有时候非常惭愧 但虽然我自己没有做好 也是我喜欢学习这些论典 包括《孟弗伦波切的军规教言论》 《盖养伯藏论》 还有一些水母歌言 以及我们世间当中 有非常好的一些人归的歌言 教言 这些教言 我想还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我们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上 那就变成一个成就者 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现象 因为所谓佛教的这种境界和全部 应该说在人格的基础上 好的善良的人格的基础上 可以出现的 就像我们种一个种子 你有了一个很好的两天 有了两天 才有苗芽成果的这种机会 如果连天地 也是非常的糟糕 那有没有苗芽 或者是庄稼 非常好的机会有没有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的 所以现在世间上 一直好高无缘 希求一些高法 大法的人都比较多 但是最基本做人的条件方面 值得重视的人比较少 因此我们这次也是特别地强调 我们学习佛法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学习佛法 你再怎么样殊胜也是 我们人格还没有具足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学习佛法 全部会复制动流 不会有一个真正好的效果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是讲 《二规教言论》的原因就是这样 那么《二规教言论》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佛教所做的这种事情 和世间所说的结合 结合起来 以简单的语言来给大家教解 就叫做《二规教言论》 它的原文当中 也叫做积聚天和食德 圣天 食德的论典 意思说 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所有的功德 圆满 幸福 依靠这种教言来集聚 所以这是非常珍贵 因此我们的上师 以前经常强调这里面的教言 而且他老人家也是每一次 做任何一件事情 用这些个言来要求自己 要求别人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应该说 要按照前辈上师们的传统 尽量地用一些个言来要求自己 有些人好像现在自己的方向 还搞不明白 糊虑糊涂的 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现在定自己的方位了 不应该一直顺着原来的习体 和原来的毛病去做 这样的一种必要 所以在这里首先讲的是 二规教言论的题目 下面第一个 讲的是一盏句 一念何者能开启 二规智慧宝藏门 一切诸佛会藏者 文殊勇士忽如众 这是劝职孟仁波切作者 作者祈祷文殊菩萨 然后通过淒情文殊菩萨的加持来 护悦我们所有的 对这部论典的闻思修行者 那么字面上 大家应该容易理解 意思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一念文殊菩萨 那么能开启他的出世间 和世间所有的智慧 比如说出世间的 就像我们证悟空心 然后无缘的大悲心 不可言说的这些佛的 各种相好庄严的智慧 也可以出现的 然后我们从世间当中的 基本的一些取舍因果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做任何一件事情的道理 也会明白的 所以我们祈祷文殊菩萨 应该说是有这种功德和作用 以前在《文殊根本序》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 忆念文殊菩萨的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 光我们一刹那间当中 忆念文殊菩萨的话 那么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们现在世间人当中 有些人自己的智慧不够 有些人自己的经历不够 有这种情况 那么经常念文殊菩萨的行作 经常祈祷文殊菩萨 这样以后 自己乃至甚甚甚甚 不会变成愚昧无知的众生 而且以前在《大愤怒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所有的菩萨当中 文殊菩萨的加持是最大的 所有的佛墨当中 聚光佛墨的加持是最快的 也有这样的记载 所以我们凡是学习知识的人 希望希求知识的人 经常祈祷文殊菩萨 这是非常重要的 《宝积经十五品》当中 也有《文殊刹土庄严经》 《文殊刹土庄严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千百万佛陀的名号念诵 当然功德是非常大的 但是都不如念文殊菩萨的名号 因此我们平时 诸佛菩萨的这种中体 智慧的中体 应该是文殊菩萨 因此我们经常祈祷文殊菩萨 多念阿拉巴扎那德 阿拉巴扎那德 文殊菩萨的心族 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实际上是所有的未来 过去 现在诸佛的智慧的中绩 我们《世尊广传》当中也是有 包括释迦牟尼佛 也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 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在文殊菩萨面前发愿 所以叫做 一切菩萨当中的章子 有关佛经当中 文殊菩萨的赞叹是非常多的 因此一切诸佛的 这种智慧成者 无垢文殊菩萨应该护议我们 应该呵护我们 加持我们 平时我们学习 这部论典的人 应该说是会受到 文殊菩萨不可思议的加持 大家经常祈祷 我彭仑波切和文殊菩萨 这样以后自己的取舍 自己所作所为 应该由护法身和本尊来进行加持 这是非常重要 下面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这里面 也可以说是一种礼宗的 这种取舍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世间当中 大家都非常值得赞叹的什么呢 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 护法身和世间本尊的加持 那么世间的天尊和世间的美德 世间的功德 应该说我们世间当中 都会值得赞叹的 平时都这样说 哎 这个人什么都很顺利的 应该说是护法身和本尊 会加持他的 而这个人 什么功德都非常圆满的 这个应该说是 诸佛菩萨在护悦他的 世间人特别值得赞叹的 就是世间的天尊和世间的美德 那么这些美德 全部就像西铁石 西金铁石一样 就是统统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获得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学习 首先在善知识面前 听闻这样的教言 听闻这样的教言之后 自己如理如法地开始进行 反反复复的抉择 思维 然后一直思考 思考他的内容 然后在实际行动当中 对这些道理 下面说讲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文中 智慧 信心 总共有十个基本的知识 那么这些知识 每一个道理 应该有一个身心不一的见解 然后有了这样的见解 你在实际行动当中 会身体运行的 一定会去造作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重视这部论典 为什么重视这部论典呢 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每一个人都想 自己变成一个好修行人 为什么不能变成好修行人呢 有些人护法身和天准没有加持 所以你的所作所为 不成功 不顺利 有些人的家庭不合 工作不顺利 生活不快乐等等 处处都有些出现问题 然后有些修行人 自己的人格不稳重 心不舒服 身体不舒服 还有自己遭受各种各样的 别人的谣言等等 这些有两种原因 一种自己无始以来所造的 有些业力显示 有一种当时护法身和一些非人 没有加以保护 因为你这个人太坏了 谁都不要 所以护法身一般都是不理你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我们这个人 自己没有做到一个好人的条件 没有这个条件 我们下面还会说的 所以天准不一定呵护你 如果天准一直保护 你所作所为 自己的心情也是很舒畅 快乐 而且自己的事情 什么都很顺利 比如说你要想修行 修行就没有什么障碍的 你要做任何世间的一些 你要做工作 做什么事情 也很很顺利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这种美德 为什么一些高僧大德 他弘法力生的事业 所谓都是如是如愿一场 那么我们有些人并非如此 原因就是在这些功德和窍诀 不具足 因此我非常希望 我们在座的人也好 不管是在电视面前的一些道友 都愿意自己精神来世都是 都还是修行也好 工作也好 家庭也好 什么都是 圆圆满满 快快乐乐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愿望 但是很多人一直到不到 自己目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应该说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教义 没有精通的原因 当然也有一些前世的 不可饶殊的 其他的一些果报 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在 但是我们很多人 不能顺心的原因 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此希望大家 在学习《耳鬼教言论》的时候 从实际行动当中 能不能尽量以后做到 要做到 你就像麦彭仁波切讲的一样 先去听 听完了以后思维 思维过后 对每一个道理 都是有一种深信不疑的见解 有了这个见解以后 在你的实际行动当中 肯定会做的 就像现在世间的有些人 首先他去学习 学习的时候 他在从中 已经知道了这个操作方式 然后他觉得 哦 这个应该 比如说买一个产品 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项目 他有一种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 他去做 有他的成功率 应该成功率是很高的 如果你信心也没有 也不懂 也不想做 那这个事情是不会成功的 因此我们作为修行人来讲 这种教言是不可缺少的 希望大家应该 因为字面上是很容易了解的 大家尽量地看 下一个宗旨是这样的 这里就是说 世间上的行为应该分为 中的来讲有两种 一个是非常高尚的行为 还有一种低劣的行为 有两种 如果我们行持了高尚的行为 那即生当中会快乐的 来世也会快乐 如果我们行持不好的行为 低劣的行为 即生当中也是痛苦 来世也会痛苦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因 一种因果当中的因 依靠不快乐的因 会产生不快乐的果 依靠快乐的因 也可以产生快乐的果 就像我们毒药 不管怎么样 它会产生苦果 当然有些人认为某某人 即生当中造的恶业比较多 搞的恶行 行为都是不高尚 不如法的 但是为什么它暂时快乐呢 实际上它并不是永远快乐的 只不过暂时过 还没有成熟之前的一种现象而已 就像有些人已经吃了毒药了 吃了毒药了 但是它的毒药 几天当中还没有真实出现 我们有些人已经 得了毒药严重的病 好几天当中都是 它过得很快乐的 甚至它的感觉 极为的幸福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过一段时间 一定会痛苦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不受法 那么它的苦果 今时来时当中一定会成熟 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 所谓因果的观念 这一点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以前的银光大师 他的一个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举了一个公案 以前在江南的地方 有一个双宝胎 这个双宝胎 不管是他们的相貌 声音 都非常地相 然后他们长大之后 包括他的教育 娶妻甚至 他的工作等等 都比较相同的 也是相同的一种业果 但后来他们到城市里面的时候 当时他们住的旅店旁边 有一位寡妇 一直勾引双宝胎当中的老大 然后当时他自己 也不失去高尚的行为 他一直集聚寡妇 最后他对老儿也说了 你对美思应该当心 应该注意 虽然他 老儿虽然表面上已经答应了 但实际上与这个寡妇产生关系 但后来一直行为不如法 所以失去了自己高尚的 这种道德和行为 他们本来都是 到别的地方去考试 但他答应说我回来之后 与你一起共住等等 最后通过各种方式来 已经欺骗了这个女人 然后这个女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 全部都是给她 一直等着她 后来因为她心里的病 逐渐逐渐都非常痛苦 一直没有实现她自己的愿望以后 后来对她的老大写了一封信 他认为一直只是一个人 当时这样认为的 后来他发现了以后 他问了他弟弟 结果他也是 弟度伤心地已经认罪了 认罪之后 没有过几天的时候 他自己的儿子也死了 然后他自己非常痛苦 双目失眠 最后大概是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三十一岁的时候 就已经离开了人间 但是其他的人 他自己受持世间的这种人鬼 世间的这种道德 最后即生当中 也是荣华富贵 还有子孙曼唐 一直过得非常幸福的生活 然后对他的来世来讲 当然是毫无疑问 过得快乐 所以我们从有些法师们的 开释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是贪执 美舍也好 或者说是一些世间的 任何一个高尚的行为失去了以后 在即生当中也出现 不快乐的事情 甚至在临死之前 自己的报应一定会出现的 比如说美国非常出名的文学家 叫做海明威亚 他当时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但后来他的自杀 可以说是震动 整个全世界的人们 为什么是这样的 具世文明的一个文学家 通过自己的猎枪来自杀呢 我们很多佛教徒和有些人 都能分析得了 因为他小的时候 经常用猎枪来打猎 杀害了无数的众生 但后来往往都用这个兵器 来自己杀害自己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也应该可以这样了解 凡是我们今生当中 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 有些人不一定马上成熟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一定会成熟的 因此我们对眼里对境的一些僧众 也应该注意 原来都是我们在别的地方 发现有些把僧众的财产 明目张胆 肆无忌惮地享用 一直有点执著 都是没有的 但后来虽然在别的寺院当中 并没有惩罚得非常厉害 但后来他自己 没有过四五年的时候 他自己遇到了许多怪兵 遇到了一些强盗 真的他身上出现了 很多狂蜂的病 非常可怕 因此我们有时候 哦 某某人应该是 自己可能过多地 享用一些身材的原因吧 也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人来医师 很不容易的 大家不敢说是 非常了不起的大成就者 但是基本上是 受原则的一个好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世间上的行为 当然有些人认为 哦 高尚的行为和壁裂的行为以外 还有中等的行为吧 可能会这样想的 但一般来讲 人都是要么高尚 要么是壁裂的 所谓中等的界限 也分得不是很标准的 因为高尚和壁裂 实际上是关带而安理的 关带而安理的话 我们平时也是 比如说发心 我们找一个发心的人 别人来说的 要么说是要 要么说是不要 这个是好人 这个是坏人 这是中等的 你放在那里 要也不是 不要也不是 可能这样的界限很少的 因此这里一般来讲 高尚的行为和 不是高尚的行为 通过人的行为 也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样 这样来理解 下面就是说 下品高尚 世间贵 上品高尚 圣者道 是法即是佛法根 若无世间高尚行 这必始终不容有 殊胜佛法之贵果物 若无数根即无尽 或如无福即无财 那么这个偈颂应该说 非常重要 我们刚才说是高尚的行为 高尚的行为实际上是 用世间的高尚行为和出世间的高尚行为 世间的高尚行为叫做 比较而言小品的行为 然后出世间的高尚行为 叫做圣者之道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 就像我们古代的一些 自己的人规 道德 或者说一些修养教养 这方面非常强调的 做人一个非常好的世间人 这叫做小品的 世间的高尚行为 而我们出世间当中 发菩提心 发出离心以后 就帮助无量的众生 修六度万行 这些道的话 高尚当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上品高尚行为 上品的高尚行为 应该说是从佛法的一些境界来讲 而小品的高尚行为 我们从世间的行为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应该来讲 不仅是有世间的高尚行为 小品的这种世间高尚行为 而且有上品的 出世间的福导的高尚行为 必须要具足这两个 如果你上面的 也就是他这里所谓的 高尚行为的佛法 佛法它的根本 应该是世间法的高尚行为 比如说我说 我现在大乘佛教里面讲的六度世世 我有什么瑜伽的这种境界 神通神辩 如果我要强调一些 除了一般的凡夫人 无法了解的这种境界要讲的时候 最起码也是我现在世间当中 最好的人的这种境界 肯定要有的 世间当中一般的一些 整天都是喝酒 抽烟 杀生 那么世间当中也 哦 这个人都是 我们世人当中也是 根本不比我一个人 有些领导经常这样讲的 你所谓的出家人 连我一个当缘都不如 我当缘都是 经常好好地行持善法 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 我有一种悲悯心 你这个出家人 一点都是没有这样的话 他说的是千诚万确的 真的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我穿着袈裟 我还说我要度化 天边无奇的一切诸人 口头上说得特别好听 但实际上连一个世间比较有 善良的人的心态也没有 那真的是非常的惭愧 那天有一个人说 我对某某人失去了信心 不要说他口口声声 说的是发菩提心 不要说是发菩提心 连世间的一个善良的心态 都是不具足 他对我如何的危害 当然是也许他们自己 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许这里面有一些夸张 我这里能不能用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所谓出世间佛法的一些 高僧境界 一定要建立在世间的人归上面 世间基本的一些善良人格 或者是一些基础 世间好人的基础没有 那佛法根本谈不上 现在很多人 世间当中是最坏的人 最可恶的人 但佛法当中已经成了很了不起的 什么大佛服 大瑜伽衫 大和尚 那这是不现实的 真的我们佛教徒 必须要值得观察的 如果世间当中大家公认 哎 这个人是真的 从在家人的时候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或者到了出家人以后 他也很了不起的话 那他有一些高僧的境界 又可以说得上 因此六祖他说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原因就是这样 佛法只要存留在世间当中 那么世间的觉悟 决定是不能离的 如果离世命菩提 恰如求偷窖 如果你离开了世间的 基本的人鬼 而想寻觅菩提 那就像我们要求 鬼毛偷窖一样的 根本没办法获得的 因此世间基本的人鬼 大家都是一定要具足 世间好人的基础 没有具足 那就不能的 他这里也讲了 世法就是佛法的根本 如果世间高僧的 行为是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人永远都是不可能 或者在那个时候 不可能融入佛教的一些 出离心 菩提心 出离心 菩提心以上的一些 神通神变 还要看前世 今世 前世 你的前世跟我的前世 可能是一家人的 看来即生当中 为什么你对我生起信息呢 原因就是我前世 对你的恩德非常大 所以你现在对我如何如何 那么这样的 除了我们世间的 这种言而彼此以外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能照见的 其实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 和真正的修行人 他也是在各种场合当中 不会这样讲的 的确是不会这样讲的 所以作者下面举了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大家好好地思维 如果世间当中没有树根 没有树根的话 有没有树心的情况 绝对是不可能 树根必须要依靠它的根根 才生长出来 从来都是没有树根的一杆树 哪里找到 我想我们谁都是不会找到的 同样的道理 连世间好人的基础都没有 除了世间以外的一些佛法方面 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 在他的相续当中 不可能出现的 只是一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 没有福报的人 就像相当的 轮流在街上的乞丐 像这些人会不会有财宝 如意宝 有没有呢 不可能的 因为他基本的生活 吃的穿的都是没有 他家里有如意宝 或者是有一些 我们现在人所讲的 什么教车 别墅等等 这些有没有啊 这个乞丐 肯定没有嘛 乞丐自己每天吃饭 都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天天地求别人给我 给一毛钱 两毛钱 这样的 那这个人他一边当乞丐 一边拿着如意宝 有没有 不可能有的 因此我们要知道 佛法根本就是世间的人贵 所以我们首先自己在世间当中 一定要变成一个好人 比如有些人在家庭当中 有一个 对家庭 对社会 对旁边的这些人 真的影响好一点 做出一个好人 那么才有修行的一些境界 成就 前一段时间有些 不是我们学习入行论的人 他们的一些家属 给我打电话 非常感谢 学习入菩萨行论以后 在我家里的人对我很好 以前他学佛以后 一直不理我 我心里特别痛苦 为什么佛教徒没有这样的良心意 口口声声说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但是一直不理我 我心里很痛苦 但最近好像听说 学习入菩萨行论以后 对我还是不错的 经常比较关心 所以真的我觉得 这是大乘佛教的一种加持 我们对基本的一些世间法 不能处理的话 可能出世间的境界 没办法谈的 因此法王如意宝 在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言行恒是水顺有 兵心正知 心善良 这里面真的作人的教言 都已经包括了 我们平时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情 应该要随顺别人 不要别人说 上去 不行不行 我要下去 今天本来可以做稀饭 不能做稀饭 我要喜欢吃干饭 今天我们要不要集中 不集中 不集中 我要什么什么 有时候人 谁都不随顺 所以法王如意宝真的 他为什么摄受那么多的弟子 一方面当然有不可思议的 超胜的这些境界 但另一方面 基本的一些作人的教言 然后人要正知 兵心正知 心善良 有些人心恒坏的 自己要变成一个好的修行人 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不光说了 今天讲到这里 好 下面解写着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师父们 这些人们有此地 有什么样的此地呢 有些人是非常好的 叫好人 中等人 坏人 那么这些此地 并不是由他人来进行安排 他人来进行分配 不是这样的 应该这样来解释 任何一个人的好悔 他的地位 此地 高尚 比例 全部都是在世间当中 世间人们他自己的行为 高尚的行为来分的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高尚 那么这个人 大家都认为是好人 如果他的行为是中等 就变成了中等人 如果不好 就变成坏人 所以我们本论当中 都要的意思 世间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好话 主要是靠自己的 而不是别人来安排的 我想事也应该这样来理解 比如说我们世间当中 有些人特别坏 特别坏的话 你给他称上一个 非常好的名词或者地位 但用不上的 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你自己的恶心没有断 即使变成国家总统 国员领导 或者说圣医级的领导 过一段时间无恶不作 最后自己的下场 非常悲惨 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来讲 也是有些人给他 按理名为法师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称呼 也是这个称呼用不上的 这个地位用不上的 过一段时间 变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所以并不是与外境的 别人的安排有关系 也并不是自己的称呼 地位 这些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看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 他的智慧 道德各方面非常圆满 那么世间上的地位 财富 都可以垂首可得 没有任何困难的 我们世间当中有一种 尤其是格鲁派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说噶当派的经的法座 纯经的法座 没有任何主人 谁有本事 谁可以得到 实际上应该也是这样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世间当中真的有一些高常行为 那么他在今生来世当中 都是非常快乐的 即生当中也是 人人都是对他非常恭敬 如果他即生当中的行为极为恶劣 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团体当中 出家的团体当中 在家的团体当中 都不会有好的看法 所以有些人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行为恶劣 好像到了一个团体 一个道场里面 就觉得这里不舒服 跟这个关系不好 那个关系不好 又要他换一个位置 又要到另外一个道场去 这个道场当中 就能听得到一些消息 所以我在这个学院当中 有时候 我们这个学院当中 各方面人非常好 他的道德修养 智慧 人格 各方面非常好的话 就想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但是他到哪里去都非常不错 心里面想 哦 他到哪里去肯定有贡献 肯定没问题了 人人会赞叹他的 然后有些坏人 他听说离开了 离开的话 听说在哪里 哦 肯定不行了 再过一个月肯定有传出他的一种消息来 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学院里面 在座的一些其他的道场里面来 在那个道场当中 这个行为非常好的 人人都说 啊 我们这个人肯定很好 是不是到你们那里也是如此 是是是 应该是 所以有些人 当然有具身好的行为 有些人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没有好的行为 但是到了别的地方 通过教言 通过上师的开导 然后又变成非常好的人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世间当中 所有的这些好人坏人 并不是有一个主人 专门在他的脸上说 他的头上好人坏人 中等人 没有这么刻画的 没有这样分配 没有 谁也没有 就是靠自己 所以我们在这部论典当中 一定要自己对自己有个严格要求 如果依靠全部是别人 非常困难 为什么佛陀说 自己就是自己的活主 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他这里应该从高尚行为方面 就是应该分三种 当然我们从另一种意思来讲 另外一种意思的层面来讲 不管是高尚大德 世间人的行为 他的这种做法也在显现上 有一些不同的 比如说以前赵祖禅师 他有一次当时赵王 他那里的赵祖禅师 当地的国王来拜见他 来拜见他的时候 他一直坐在床上 没有下来 他说我现在老了 实在没办法请国王量解 国王对他的人格修行 都非常的尊重 对他进行交谈以后回去了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国王派一些军官向他送礼 这个时候他就从床上下来 到门前去迎接 让很多弟子有点不理解 看到禅宗里面也是这样 印度的故事当中也是这样的 任何一个上师在下面 好多有邪分别念比较多的 这个不理解 那个不理解 这种现象自古以来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有些人 经常用棍棒来打自己 哎呀 为什么我对那个法师生邪见 我对这个上师 这是一方面可能自己前世 没有好好修空性法门 修自己前世 毁谤佛法的一种原因吧 当时他的弟子 生起一切邪见的时候 就是说 为什么你对国王来的时候不恭敬 床上不下来 为什么这次下来 当时法师是这样说的 我的行为分上中下三等 我一般上乘人物来的时候 床上不下来 然后中等人物来的时候 我就到课堂里面去 而下等人物来的时候 我就到外面去迎接 当时是从他的行为看来 上中下的分法是这样分的 但我想其他有些上师们的行为 也有点不相同 原来上师如意宝到印度去的时候 有一位拜见那个大悲上师 他的行为是当时上师如意宝去的时候 他到了门口去迎接 拿着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可能法王传记当中也是有的 当时他身边的有些人说 大上师一般对上等的客人来的时候 到外面的门前去迎接 然后中等客人来的时候 专门从他的接待师里面 单独会见 然后下等客人 一般普通的一些行众 客人来的时候 在接待师面前大家派对 给他一加持就过了 所以这种方式 高僧大德们的行为和有些方式 什么上中下的行为 也有不同的 但是这个跟上师们的 色素弟子和度化众生的行为不同而已 他这里的主要主体 就是讲我们的行为 看我们这里 好人 坏人 还是众等人 看你的行为 永远都是这样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这部论典 既要讲佛法的做人方法 也要讲世间的做人方法 如果世间的做人方法没有 那佛法根本没办法的 就像佛法的一些 比较深的教言 深的这些教言 没有加行的基础 也不可能显现的 前一段时间 慈禅罗主堪布在成都的时候 听说有一位居士 很傲慢地在堪布面前说 我从在某某地方 专门闭关 修托嘎等法门 已经六个月下来了 今天 然后堪布说 你那个加行修了没有 他说 加行没有修 我直接关本来清净 和仁与之称的法门 后来堪布说 你就白修了 徒劳无益 可能他气坏了 实际上我觉得 他说得真的言之有利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一些 高深的法要修 基础没有大 是不可能的 就是佛教当中的 然后我们要修佛法 世间的基础没有大 就像昨天所讲的比喻一样 真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我们现在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一定要有这样的 世间的基础 最基本的 高尚行为 世间当中的高尚行为 我想不用给你们解释 大家应该会清楚的 这是世间人们的 好人坏人 师父们的词地 应该是透过他的行为来进行分的 并不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安排的 这个意思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此等世中爱安乐 恒时唯有求此 以出生者外 诸师父无有其余之所求 就讲这个颂词当中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的这些众生都喜欢 追求自己的幸福 快乐 名声 地位等 恒时就为了习求自己的利益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 发大乘菩提心的圣者以外 这些众生没有什么其他的所求 这一等我想 大多数都应该会了解得到 现在世间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众生 应该说大多数都是正天正夜 日日夜夜地 希求自己的快乐 有时候我们看见 大城市里面的喜喜嚷嚷 穿戏不留的这种人流 无数无边的这些人 他们的行为或者思想 应该大多数都是希求自己的利益 就是我的工作 我的快乐 我的家庭 自己的利益当中也是 如果有来世的我的解脱 我的成就 这方面思维应该说也很少 前一段时间 我们开极乐法会的时候 有时候我感觉到人山人海 肯定几千几万个人非常多 但是有时候感觉得到 这些人大多数的时间都想的是 我怎么样快乐 我怎么样幸福 如果有智慧算是 稍微不错的这些人 我来世怎么样解脱 这方面可能有一些 但是大多数的人 就是要观察自己的生活 要想到自己的快乐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有些人 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要谈一些 挣钱 谈一些发财 地位 平时在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话题也是这样的 除了这个以外 你怎么样想获得解脱 我怎么样想获得解脱 我怎么样帮助众生 怎么样利益众生 这样的话题 应该说是不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见 一群工人 一群农民 他们所讲的这些话 全部围绕着自己的利益 真正围绕众生的利益 而所发出的这种语言 恐怕是不太多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除了一些圣者 有些虽然不是圣者 但是内心当中 真的生起了一些 无为菩提心 可能对自己的病痛 对自己的生活 对自己的快乐 不一定是如此的去执著 我怎么样过 都是可以的 凡是加合的身体 在这个世界当中 只要过下去 就算是可以的 只要我有一口气 我有一份力量 就要我献给众生 我为众生做事情 那么这样的 真正是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利苦 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的 那种今生的人 在凡夫的群体当中 并不算非常多 应该说是非常稀少 所以我们现在的世间人当中 真正说有一定的品德 有一定的高尚行为 也是谈不上的 的确谈不上的 尤其是在凡夫人当中 应该说大多数的人 上至国家的总统 国家主席 下至街上沦落的乞丐 这以上的人 他多数都是 心里面存着 都是自利为主的 而这一点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讲了 不经分 不会有香味的 凡夫人一定会有 自私自利的成分 所以说我们 如果从严格来讲的话 那高尚行为在凡夫的群体当中 应该说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少的 但是在凡夫当中也是 已经犯了最初的一些 愿菩提心 心菩提心的人当中 应该说是有相当一部分 为了利益众生的 经常这方面思维的 这方面身体临行的也应该是有的 所以我想各位 自己也不要太傲慢了 觉得傲慢实际上 真的我们修行的有些违缘 有些人是特别傲慢 自己觉得好像 包括我们的有些辅导员 哎 给别人 你几十个人传讲一些法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所谓凡夫自身的过失 那么多 但是自己好像已经升天了那样 已经成了真正的 大法王一样 大国王一样 这种心态来做事情 肯定是不合理的 应该自己知道 自己很多的错误 错觉 学了几年佛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真正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在一辈子当中学习佛法 也是如是的谦虚 如是的精进 所以我们有些人 闭关几年 或者学习几年佛以后 好像觉得自己不得了 什么境界都是 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 真实的一个出离心 都是不一定能生得起来 还没有生得起来 这样的话 那就是形象上 显著傲慢的姿态 也没有任何的失忆 所以所谓的凡夫人 真的我自己都是 有时候 别人不知道怎么感觉 但自己觉得 凡夫人真的是特别差 不管怎么样 都是自己对自己的 有时候生起烟雾之心 有这种情况 因此平时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 二十四小时当中 自己都自己可以计算一下 二十四小时当中 你真的是为众生想了几个小时 然后你为自己想几个小时 通过这样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你二十四小时当中 除了你的睡觉以外 平时你的分别念当中 占多数都是为了你而想 稍微不错了 应该说是你自己 不管在哪些行为当中 还算是不错的 但我想 我们除了六七个小时的睡觉以外 其他的分别念 如果你一天所有的分别念 就是过程 一点的分别念 你可以好好地预算一下 结果有多少时间 想过众生的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 自己也不要觉得 自己现在已经成了如何如何 千万不要这么想 因此自己到底有没有 高尚的平德行为 应该自己衡量 自己完全会明白的 他这里就是说 虽然人们都 希求自己的安乐 可是真正如愿一场 真正能获得这样快乐的人 实际上也不多 不多的原因 一方面我们往昔没有 高尚的道德行为 然后即生当中又遇到了 许许多多的痛苦和困难 有些即生当中自己的行为 和自己的发心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的有些人 确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 但是也获得了一些暂时的快乐 财产 或者一些善根等等 有一些福报 暂时别人也会得到的 这种情况也的确是有的 但是有些人应该说是费尽心机 然后绞尽脑子 整天一直希求自己的快乐 但是不但得不到 反而有各种魔缘 各种违缘 各种闭魔缠着自己的身体 自己始终都是在从中 不能逃脱而苦不堪言 这种情况也是比比解释 可以说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不用多说了 看众生自己的道德 品德所导致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 也可以说非常的可怜 我们看一看 身边的这些众生 有些心情不好 有些身体不好 有些虽然有一些财产 但是没有权利享用 因此有些人虽然有一点福报和财产 但是很快就变了 因此我们看到这个世间 哪有快乐的 应该看一看 我们到底指的是 需要行持善法 还是不用行持善法 应该可以观得出来 因此我们众生在这个轮回当中 没有必要自己的相续 好像觉得自己学得也很好 自己做的人非常好 不能这么想的 其实我们有些人真的 不管是言行举止 在发心很多方面 特别地糟糕 说清楚 在座的有些道友 自己认为可能是 我现在学佛多少年了 出家多少年了 其实你真正是 不观察自己的相续而言 真正要观察自己的相遇 就像跟我没有什么差别 特别地糟糕 应该说以真正的证法 和以真正的人格来化现 真的不太好的 有些人的说话也好 做事情 很多方面特别地差 因此我们有些人 应该自己要了解 自己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孟宏仁波切也是在这里 一种悲哀的语气 非常的可怜 看到我们现在众生的这些行为 世间人也是这样的 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 自己也是 很多修行方面不精简 而且不如法方面 自然而然增长了很多恶心 所以说 大家应该值得 需要观察 下一个颂词 是这样的 有些评宋者 他没有吃的 没有传的 可以说是 实不辜负 这种痛苦 那么有些人 虽然具足了一些痛苦 具足了一些财富 但是的确是 得不到名声 得不到体位 也是相当痛苦的 这也是我们自己 前世的业力所看 或者说 今世当中 自己的道德行为 不如法而导致的 有些人不管怎么样 自己有了名声 有了这种德行 有了智慧 这样以后 他的所有的财产 饮食 以及实际所想得到的东西 就像用权一样 顺便自己想什么 自然而然就来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观察 也可以看得出来 意思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行为 自己应该知道 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 现在的行为是什么样 有些行为比较不错的 智慧比较不错的这些人 应该说在即生当中 不要说自己的生活 包括自己亲朋好友的生活 也根本不用考虑 这也是前世的一种福报 和今生当中的行为导致 有些人 不要说是帮助别人 连自己现在生存 也有一定的困难 得不到名声 得不到地位 得不到饮食 每天都是非常非常地痛苦 再加上心里面 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痛苦 这也是自己的前世今世 自己的恶行所导致的 其实我们 比如说一个家里 出来的两兄弟也好 或者一个教室里面 出来的两个学生 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名声 财富 都完全是不相同的 以前有一位法师 七七宽布讲这句话的时候 都是这样说过 他说 人的行为 好和不好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他说 我也并不是说 我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是比较而言 很多人天天都给我有些哈达的人 你们有些人有没有 有些人天天都是被别人折骂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和我的差别 应该可以分得开了 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这个也是一方面 真的有道理的 比如说两个同学 前一段时间 我的一个同学到我这里来过一夜 从他的言语当中 一直说出来 原来我们应该从智慧上面 可能算我好一点 但是其他的有些能力方面 应该是他非常不错的 但是他现在一会儿说家庭的事情 一会儿说钱的事情 一会儿说地位的事情 全部围绕自己的事情 从头到尾 凡是他要说出来的时候 就是自己或者见解 对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 从来不贪是众生的 有时候偶尔贪一贪家乡的一些学校的事情 但是贪得也不深入 这是表面上给我一个音符而已 所以当时我的确心里也是这样想的 我虽然不是真正有利他的心 但是真的为自己吃的 穿的 我明天怎么样 我再过一年以后 我怎么样生存 然后我给家里人怎么帮助 这方面应该说 平时用的时间几乎都是没有 有时候也可以说是以假装性的 尤其是经常心里面有 哎 这个佛法是非常好的 以这个佛法来帮助众生是怎么样好啊 这方面想的可能稍微多一点 后来我自己也是在想 我们虽然是在一个地方这样出来的 但是心的方向 应该说是有所改变的 我希望 我们现在在座的一些道友 应该是同一个经堂当中 一起闻法的 但是因为你培养的方向不同 自己的文化素质不同 你长大以后 或者你过几十年以后 有一群人应该说 受到世人的赞叹 自己的饮食 财产 根本都不用考虑 这一点是自然而然来的 用之不尽的 但有一群人 自己的行为不如法 比如说有些出家人还俗 还俗以后 那肯定每天都是想着我 现在怎么样过生活 如果有了孩子 怎么样读书 一直要想为他服务 除了这个以外 为众生的事情 可能一刹那也不一定有想 偶尔有时候有意思 但根本没有希望 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我们学《耳鬼教养论》主要是 一个是自己的方向 要做人 到底是做有利他心的 有高尚行为的人 还是有自私自利的 很可怜的 自私自利当中也是 对自己的解脱都根本不像的 就是暂时眼前的 几十年都吃喝穿的 除了这个以外 心思当中 什么都没有想 那这个跟牦牛没有什么差别了 真的 牦牛没有什么差别 萨迦格言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我并不是侮辱别人 所以大家应该说 何人有名声和有德 这也是通过他的法心和德行 有一定的关系 好 讲到这里 周园先生你好的海灘 去你的身影 本欧平 七日 九日未来时 二分之余 三分之余 三分之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